另外我们看到在9944同样是不知不当中的新利 新利的第一季毛利率25.04% 而盈益率7.85% 合并税后盈余4254万2000元 年增率同样是负的7.85% 而EPS来到了0.4元 大股东的持股呢 也就是我们常看到这红色的线条 虽然说从三月份已经开始连续三个月的上升 但是股价并没有马上反应 是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整理之后 到五月中过后才开始发动涨势 不过相较于股价的部分 对于其他两档不知不比较之下 这档新利的涨幅是明显的落后 而昨天更是以小高盘开出后 就是迅速的翻黑 收盘更大跌了5.59% 一次跌破了五日均线